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台湾广场 我是立法委员蔡奇昌 台湾的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 以青年失业为例 2013年台湾青年失业率 已超过13% 远高于香港 南韩 日本 新加坡等亚洲国家 其中大专以上学历 长期失业状况更是严重 已从2007年的34% 攀升到现在的54% 相当于每两名长期失业人口中 就有一名是大学生 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调查显示 今年受雇就业人口有357万人 月收入不到3万元 比去年增加4.2万人 占整体受雇者42% 而今年非典型就业者 也就是打工族与派遣劳工 共有75.9万人 再创历史新高 由于非典型就业收入不如全职工作 造成台湾就业人口薪水普遍偏低 另外台湾劳工平均一年工时 长达2140个小时 仅次于新加坡和香港 名列世界第三 但时薪255元 只有新加坡的一半 而且全台大约有539万劳工 有工时过长的问题 尤其是上班打卡制 下班责任制的情形最为普遍 让不少劳工较苦连天 此外 由于我国产业发展长期以来 重产值轻价值 重资本轻人力 劳动生产率指数从2002年的83.4 增加至2012年的127.18 每年平均成长率高达4.4% 劳工的产能与效率越来越高 但是薪水却越来越少 薪资所得已经倒退到16年前的水准 经济成长果实并非全民共享 薪资完全无法反映到 经济成长与工作努力之成果 劳动市场的薪资水准长期低落 工时过长的结果 造成穷忙族的情形越来越严重 我们在此呼吁 政府必须针对国内劳动市场中 存在各种结构性问题 进行全面检讨与改善 第一 配合产业发展方向 调整目前国内教育结构 以减少学用落差 第二 鼓励产业创新 增加产业服务的附加价值 提升劳动薪资 让国内优质劳动力 能够得到相对等之薪资报酬 今天我们先谈到这边 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